在中国有很多顶级的好二代 他们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呢 从一出生开始就是不愁吃穿 可以任意挥霍 其实他们的生活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精彩 今天就让我们聊一聊中国那些有钱人的后代 先赞后看养成习惯 感谢大家 说到好二代 我相信最近有一个人就不得不提 这个人就是华为的千金公主姚安娜 她最近的热度可不小 姚安娜的父亲是任真妃 华为的创始人 在姚安娜出生的时候 华为已经是商业帝国 所以姚安娜从小就锦衣玉食 她小的时候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都会接触 家里也不遗余力的培养 她学过画画 钢琴 设计等等 后来还直接去了外国留学 当时她还被邀请参加巴黎的名媛舞会 要知道这个舞会的人选非常挑剔 要不就是顶级富豪 要不就是皇室成员 姚安娜也被邀请了 光是舞会的礼服她就试了几十套 当时她还和自己的父母一起拍摄了家庭宣传照 不幸如此 后来姚安娜还被邀请和皇室王子跳舞 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姚安娜的留学生活非常美好 后来回国之后她又认识了一大批名媛 像赌王后代等等 他们经常一起聚会 一起购物 一起飞往世界各地吃美食 很多人以为姚安娜肯定会像自己的姐姐一样 进入华为公司当高层 但是没想到姚安娜却突然宣布了要进入娱乐圈 比起普通人进入娱乐圈的艰辛 姚安娜可不同 她有自己的家庭作为支撑 一入却就拿到了顶级资源 各种杂志都可以上封面 她还被邀请出席了很多活动 排场都很大 带着名贵的首饰 穿着昂贵的礼服 连郑正飞都说 如果华为要学代言人的话 那就只能是自己的女儿姚安娜 真是宠溺 第二个人就是霍启刚 霍启刚的家庭背景很不一般 她的祖父是霍英东 据传霍英东的个人资产是130亿港元 她不仅仅是一个商人 而且还是红色背景的商人 一生受人尊敬 霍启刚的父亲也很了不起 发展体育事业 将霍家变得更加出名 霍启刚是当之无愧的富二代 红三代 她从小就很优秀 学习成绩非常好 中学成绩就以全A的成绩 考进了牛津大学 后来和不少娱乐圈名人 商界千金都传出过绯闻 但是霍启刚却遇见了郭晶晶 当时郭晶晶已经是世界冠军 还被称为跳水皇后 名气很大 霍启刚一直都很欣赏郭晶晶 所以就对她展开了追求 两人在一起后连续举办了三场世纪婚礼 邀请了商界 体育界 娱乐圈的名人 两人的婚姻被所有人祝福 霍家的知名度也再次提升 如今的霍启刚 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一家人过得非常幸福 第三个人是张康阳 在中国可再难找出这样一个人 他可以说是最有钱的90后富二代 他住在1991年 是苏宁集团的唯一少东家 董事长张静东是他的父亲 作为张静东唯一的儿子 张康阳可是被寄予了厚望 张康阳在很小的时候就去了美国留学 他的智商很高 学习成绩非常优秀 还拿下了不少比赛的冠军 学习了国外先进的商业知识之后 张康阳回到了国内 进入了苏宁集团 在这里他负责的苏宁全球业务 他自然做得很好 为苏宁补齐了短板 成为了集团的副总裁 如今的苏宁集团旗下的板块 不仅仅只有苏宁电器 其实这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苏宁包括了房产文化广场等等 已然成为了商业帝国 而张靖东的身价自然水涨船高 如今已经达到了1051 作为如此优秀的人 张康阳的感情生活 也一直被很多人关注 但是和其他的富二代不同 张康阳很少和其他的女性有交际 产生绯闻 不过奶茶妹妹张泽天 之前和张康阳一所学校 所以两人曾经有过传闻 但是也没有后闻 现在的张康阳有一个女友 这个人也是来头不小 她是泰国首富的后代 在23岁的时候就继承了家业 据说家里的产业价值数千亿元 如果这两人真的结婚的话 那真的是强强联合 动动你发财的小手指 为我点个赞吧 第四个人就是钟树子 农夫山泉大家都知道吧 钟树子就是农夫山泉的皇太子 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闪闪是她的父亲 前段时间新的财富榜单发布 钟闪闪成为了新的中国首富 她的资产达到了5500亿 钟树子作为钟闪闪唯一的儿子 也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目标 不过钟树子和别的富二代 似乎太不一样了 她不太参加公开活动 也没什么花编新闻 甚至不怎么出名 但是她的生活还是很精彩的 钟树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很文艺 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写诗 在2006年的时候 钟树子就出版了属于自己的诗集 但是她十分低调 后来在农夫山泉工作了6年 都没有被人发现 远古都说这是一个不喜欢出风头的人 钟树子长大之后 慢慢地接手了农夫山泉的经营 开始继承了父辈的工作 但是有关于她的新闻却还是很少 她可以说是最神秘的富二代了 第五个是杨慧妍 杨慧妍是大名鼎鼎的地产二代 她还登顶过中国女性富豪榜的第一位 没错 她的父亲就是碧桂园的创始人杨国强 杨慧妍是广东人 在很小的时候杨慧妍就和妹妹 一起旁听父亲开会 父亲会讲述领导如何在会议中讲话 如何管理员工等等 所以在很小的时候 杨慧妍就在前一默化被父亲影响着 杨慧妍长大之后 展现了很强的管理能力 所以25岁的时候 父亲杨国强就将70%的股权都给了女儿 而杨慧妍也不负众望地撑起了父亲的事业 而且打理得很好 生活中的杨慧妍是一个邻家女孩 很多人都说她看起来非常好相处 总是微笑着很亲切 后来通过相亲和自己的丈夫 陈冲认识并结婚 据悉陈冲毕业于清华大学 其父亲是碧桂园的高管 第六位是李泽楷 李泽楷可是当之无愧的豪门豪二代 他的父亲就是李嘉诚 继承了父亲的财产之后 李泽楷的身价已经超过了千亿 不过如今已经50岁的李泽楷还是没有结婚 虽然没结婚 但是他身边的女人从来没有断过 其中最宠爱的就是梁洛诗 梁洛诗还为他生下了三个儿子 梁洛诗比李泽楷小20多岁 就算是不结婚的情况下 梁洛诗还是为他生孩子 当时李泽楷非常喜欢梁洛诗 送给他价值5亿的别墅 还有一艘游艇 后来和梁洛诗分手之后 李泽楷身边陆续出现别的女人 比如混血模特 娱乐圈女明星等等 总之他的私生活一直都是随心所欲 不在乎他人的眼光 这些中国顶级的豪二代 他们的父亲都是有名的商人 成就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而他们享受着父辈的努力成果 从小见识就比普通人高很多 接管了家族的企业之后也非常努力 他们的生活非常豪气 经常一掷千金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精彩 你还知道中国有哪些有名气的富二代吗 欢迎在评论中留言 说说你知道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的话 就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